接着看到家电生活器具发达 部落族人的炊煮生活也变得便利 左西巷公所在这次全乡设计传统竞赛中 就特别新增了学童族的生活煮水比赛 以及成人组的柴烧炊饭比赛 少了便捷的瓦斯或是电力 要怎么完成竞赛挑战 透过镜头一起来看看 激烈的传统摔跤竞技精彩刺激 另外还有像传统岛米竞赛 再在都与布农族传统生活连结 而这些都是左西巷全乡设计 即传统技能基本的竞赛项目 不过今年也特别新增了 学童组生活煮水技能的竞赛 让布农族的孩子学习野地基本的生活求生技能 体验祖先长辈们的早期生活 进而发挥团队互助合作的精神 各校代表队挖土立石灶 开始起火煮开水 不到十分钟就完成任务 滚了 滚了 你们是什么国家 国家 很有成就感 嗯 因为我们才训练两天就拿了第一名 就可以回休息区 有这样煮过吗 有有有 所以老师们你看我们的学生是不是都很厉害 分工合作 分工合作要安排好 靠默契 对 不仅学童 乡公所也新增了成人组的柴烧炊饭 提供三颗大石头 木材 锅子 还有生米 以及水 要求每队选手现场煮出一锅饭 只见各队选手分工合作 快速力气三十兆 洗米起火后 开始吹煮 气氛紧张 快手快酒的队伍在20分钟之内 就端出一锅香烹烹的白米饭 现在我们有做过 小时候 那个火要长一点先 后来 快干了就给 煮脂 破解来 它不是细了吗 马上给它烧出来就 就这样就慢慢慢慢慢慢给它 烧出来就 你们算是第一个煮好的呢 觉得怎么样 还不开心 你们是第一个煮好的呢 还开心了 今年新增的传统技能竞赛 大人小孩都高度兴趣 大显身手 勇于挑战 乡长田桂花表示 不论是生火煮开水 还是三十兆柴烧炊饭 这些传统技能竞赛 就是不能煮传统生活的知识与技能 而在竞技过程中 寓教育乐 也能深刻体认 布农族传统的山林生活样貌 记者时玉兰 卓西采访报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